刚才猪手狮子的手指尖突然痛了一下 刚才我正在想 人家看到草木里面的房子的时候 人家会怎么想 一般来说一看 这个草木里的房子要比其他地方便宜 他们就心之不悟地去看 只要到那一看就见官司 一看周边都很荒凉 周边都很荒凉 除了沙子之外,谁也没有 所以人家马上就退出了 就像那个人一碰烫的东西,一碰烫的东西 一碰烫的东西,一碰烫就收回来了 是这样的结果 人家一般人就这样的结果 当然,如果我们现在去买那个沙漠东西也同样的结果 但我们知道外星人在改造沙漠 动态的可能,外星人在改造沙漠将来是可以利用的 另外一个外星人 我建一个外星人基地在那边 因为我们要去死亡国的话 时间很,要花很长时间 比如说我们这里出发到到死亡国 从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出发到死亡国 四个多小时,还不一定到 一上再次的更难了 那么你当天回来就回不了了 所以呢,这样到死亡国里面去的更荒凉 现在呢,我就想把呢 在15号和4号高速之间一片开阔地 让外星人飞铁飞过来和外星人自己过来 我们在那边见面就可以了 这样就省了好多路 我这边到死亡国那边两个小时 而且在交通要路上 所以那就比较容易了 对外星人是比较容易的 我们眼睛也看不见飞铁 也看不见外星人 那怎么办呢 用手机自己拍 拍了以后你在那个慢放 或者一阵一阵里面去找的话 就能找到飞铁 就能找到外星人 因为我们的眼睛呢 不够灵敏 所以那速度太快的 或者另外一个空间看不见 当然那照相机照下来的时候呢 你慢慢看就看得见 因为这个一阵一阵呢 变得太快了 它变得太快了 就是我们眼睛来 没办法补足到 当然你那拍下来 慢慢看就能找得到 这样呢 为外星人 让人们了解外星人 多了一个途径 因为外星人呢 他自己能够改造 改造的那边 一定的变化呢 我也能让人们 引起人们的注意 所以这个 这一步啊 只有我们改 也就我们去做的话 还知道这里的风险不大 外人一看的话 就马上就收手了 一看那个啥也没有 都就是沙漠 所以人家一碰就收手了 所以呢 别看那个沙漠的那些 人家看的 人家热热热热的 实际上人家 不会去买它的 但是我们从动态的角度来说 的话 我们知道它的潜在价值 所以才敢要它 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